本期为您带来名人宗诸高赤 永乐22年公元1424年7月18日 明王朝的第三位皇帝 明成祖诸帝远征蒙古 凯旋而归 途中死于内蒙古多伦西北的于牧川 十年六十四岁 天地苍茫 四眼辽阔 远处的库里尔山 伟然处立 近处的阿尔古纳河 奔流不息 对于这样一位帝王来说 生于战火 死于征途 无异于是他最好的结局 朱蒂一死 新接班的名人宗诸高志 立刻开始着手改革 和他那野心勃勃 冷酷无情 手段又十分强烈的父亲不同 仁宗皇帝似乎是个很温和的人 他虽然是朱蒂的长子 又当了多年的太子 但综合其多年来 在明王朝政治环境中的遭遇 朱高志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 他天生体胖 行动十分迟缓 腿部有急 走路一瘸一拐 并且还患有十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病发时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更需要专人照料 由此来看 这个大明太子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 披着皇族血衣外衣的残废吧 朱高志能明显地感觉到 周围环境中的人 虽然碍于自己是皇族 是太子 表面上对自己总是毕恭毕敬 但实则在背地里一直轻蔑自己 他同时又敏锐地感觉到 这个世界对他存在了一种不太明朗 但又一直持续的歧视 不过 这种歧视和他之后面临的 储位斗争相比 反而又算不了什么了 他的两位弟弟 汉王朱高续和赵王朱高隋 根本没有把对兄长的礼节放在眼里 时常出言不逊 对自己行欺辱之事 并且好几次通过政治攻击的方式 来动摇自己的储位 而面对这一切 性格懦弱的朱高志只能选择默默忍受 那些长期遭受欺凌的人 往往会发展成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 是他会像一根被用力按压住的弹簧一样 他曾经承受了多少的欺辱 遭受到了多少不公正的待遇 那么他就会把自己曾经所经历的这一切 成倍的奉还给这个世界 正如被松开的弹簧一样 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而另外一种 则会因为这些凄苦的 让人难过的遭遇 而逐渐理解这个世界 使他们开始懂得幸福生活 待人平等的不易之处 他们越是被欺凌 被折磨 被打压 就会越来越积聚爱心 使得他们变成一个极富怜悯之心的人 这不是作者胡说八道 而是基于一个深刻又简单的人性基本法则 没有被善待过的人 最容易识别善良 也最珍惜善良 有了22年9月7日 朱高智正式登基 成为了冥王朝的第四任领导人 由于常年报病和身体机能的问题 明人宗朱高智只不过短短在位十个月 就龙玉上宾领了便当 不过皇帝的在位时间虽然短暂 但他在扭转其负的治国政策的问题上 却采取了一种十分激烈的措施 我们知道 明成祖驻地的皇位 是通过暴力兵变的方式窜短而来的 这位野心勃勃 能力出众的优秀帝王 或许什么都不会畏惧 但总有一点会让他感到心悸 那就是 他十分担心后世的史书中 把他记载成一个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 亦或是天下人指责他得位不正 多少次午夜梦回 朱棣会一次次的从噩梦中醒来 梦境中是父亲朱元璋的严厉斥责 逼问他为什么要篡夺自己的孙子朱允文的皇位 亦或是旁头垢面 一脸血污的明慧帝朱允文来找他索命 对于朱允文 朱棣和朱高志的态度是极然不同 对朱棣来说 朱允文是他的心病 如果朱允文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么自己的皇位在某种程度上 就永远是不合理的 对于朱允文的离奇失踪 朱棣的内心是充满怨怼的 而这样的情绪无从发泄 他只能用十分残酷的对待建文旧臣的方式 来排遣这份心情 而朱高志登基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积极缓和君臣矛盾 赦免了大量的建文旧臣 并且在朱高志看来 父亲兴师动众的派遣三宝太监正和 六下西洋 目的并非是为了将华夏文明的火种远播 顺便让大明朝在世界范围里弄多脸 其中真正的目的 不过是希望正和可以四处寻访 替他打探到朱允文的消息 所以在赦免建文旧臣的同时 朱高志旋即终止了正和早就计划好的海上远航 并且对于父亲朱棣几乎穷尽一生时间完成的迁租计划 以及给后代子孙留下的紫禁城 朱高志也并不是很感兴趣 他对朱棣那种盛况空前 四处频繁的北征颇有为辞 大概在第二三次北征的时候 蒙古的打打部 乌梁哈部 瓦剌部就已经被打服了 打怕了 之后的北征 大部分是朱棣对四处逃窜的蒙古人 穷追猛打 在朱高志看来 这不是开疆拓土 而是一种被粉饰过度的穷兵夺武 明人宗朱高志不喜欢北征 当然也不喜欢父亲为他选定的北征城 原因是因为 他曾经在流都南京 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坚国太子 相比之北平 他对南京的官场结构和人事系统更加熟悉 在那里执政 他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他很快开始实施还读于南京的想法 不过朱高志没有想到 他将会成为一个天不假年的人 红西元年公元1425年 明人宗朱高志龙玉上宾大前而去 十年只有四十八岁 在月时间更是只有短短的十个月 中国历史上有关皇帝的死法实在是各不相同 帝王虽然看似尊宠无比 一世为名 但实则当皇帝是个高危旨意 秦武王迎荡自不量力 试图举起超过自己体力极限数倍的大顶 结果反被大顶砸死 晋警宫脚底打滑 掉进毛坑里没能爬上来 结果被活活淹死 东晋孝武帝司马耀被妃子用被子活活捂死 南朝梁武帝则是被饿死 皇帝的死法千奇百怪 而史料记载 往往更会对帝王的死因抱有极大的好奇心 而留下丰富的记载 但奇怪的是 关于明人宗朱高志的死 明代的绝大部分史料 却都不约而同的保持了戒末 明人宗史路 明史中更是对皇帝的死 惠末如神 只字不提 我们能知道的关键信息是 朱高志临死前三天 还在孜孜不倦的处理证物 而他从偶感不适 到崩于千安殿 不过短短两天时间 毫无疑问 这是暴死 暴死 必然在其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视频开始 在朱高志刚刚即位时 汉林士徒李诗勉 曾给皇帝上过一道奏书 内容大概是规劝皇帝 不要过分沉迷于男女情色之势 而要保重身体 由于奏书是在早朝时当场宣读的 这一举动很快惹恼了原本性情温良的朱高志 你李诗勉让我保重身体 是不是就是说我极度好色 因此导致身体损伤 进而嘲碰我那方面不行 也许李诗勉正戳中了皇帝的痛处 明人宗朱高志暴怒 当场派武士击打李诗勉 竟然活生生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乃至于皇帝临驾崩之前 还十分愤愤不平的念叨 使勉停辱我 足见皇帝对此事的耿耿于怀 而皇帝对这件事如此较真 是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 李诗勉的奏书所言属实呢 在传统意义上明人宗几乎是一个 没有任何瑕疵的人均和圣均 但实际上这种评价 往往犯了一个十分严正的错误 那就是将残酷的历史审美化 事实上皇帝即便在封建帝制时代 中的身份是特殊的 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人 而只要是人就无法做到完美无缺 并且明人宗朱高志的绝大部分政治生涯 其实是在永乐时期度过的 也就是说他的太子生涯 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世界 朱棣是残酷的 对待儿子依然是如此 其弟朱高绪和朱高绥对他的攻击也是频繁的 他几乎长期处于这种打击和压抑之下 在太子之位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而为了保住自己的储位 朱高志不得不压抑自己 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克制 这样的克制 使得朱高志背离了作者之前提到的 人性变善基本法 转而使他变成了一根被按压到了极限的弹簧 而他登战皇位之后便开始迅速反弹 开始尽情的追求享乐 发泄情欲沉迷于酒色之中 然而享乐纵欲和仁政治国并不冲突 即便皇帝对男女之事如此热衷 也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有政绩 识人证得民心的帝王 除了被酒色掏空身体而导致横死之外 他的儿子及宣德帝朱棣机 也曾经一度被划入可疑名单 红旗元年公元1425年3月 明仁宗朱高志曾派遣太子朱棣机 前往安徽凤阳拜叶皇陵 然而4月14日朱棣机才十分拖沓地从京市出发 朱棣机在离开京市后 并没有按照约定前往凤阳 而是直奔流都南京 5月13日 仁宗皇帝在京市已经感觉到身体不适 而在5月13日之前 南京城中就已经传出仁宗上病的消息 仁宗驾崩是在5月29日 既然如此 那么南京城中的人们 是何以未卜先知 提前知道皇帝的死讯呢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 那就是太子朱棣机 他拖沓了很多天才离京 是因为这段时间 他要安排好人手 在京市买好暗庄 等到自己离开京市后 这些暗庄便一起动手 致仁宗皇帝于非命 而自己出现在南京 两地相隔千里 正好可以洗脱自己的嫌疑 可如此大案难免会露出马脚 太子一行人都有参与此等谋逆之事 所以才会在南京城泄露出消息 当然了 这个说法是作者的一种猜测 并无实据仅供参考 不过相比明人宗的政绩 抑或是他众说纷纭的死因 作者其实这位皇帝最为深刻的印象 是他在年军事领导过的一场战役 明史当靖难失起 仁宗以世子拘手 全成绩 建文元年 朱棣举兵靖难 率军出征 将北平城的防守要务 托付给了周高志 而周高志临危不拘 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仅用城内数万老二残兵 就抵挡住了建文朝廷 五十万大军数月的攻击 成功守护住了北平城 而正是这一次战役 让周高志在漫长的被频繁打压 和折辱的深压中 第一次体现出了帝王之气 让人们开始意识到 这个看起来一瘸一拐 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胖子 他的内心要比他的外表坚强的多 然而此时 军中建将变作种中枯骨 一代人均化作一盆皇 终究还是印证了江山是主 帝王是客的基本规 好啦 我是历史骑士田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也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间 我一生做事正大 老天爷让我当一个月的皇上 一天的皇上 我也要让天下的人知道 坐在那个位子上的人 把天下众生 反得比自己要重 层黄里瓶 都应该是在这个位子上 我跶层黄里瓶 都应该是在这间 这是在身边 帝王 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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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